第21章,西字绝。幽形山谷一带的火林假牛并不算少见。但是,要想特意找出一头来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头被可恶的恐怖巨蟹给抢走了,张扬晃有了大半夜,最终没能幸运地遇上第二头。看看天色发亮,只能失望而归。 回到洞外,先是放出神识感应一下,发现昆明符没有被触动的痕迹,才放下心来。又拿出制伏笔,打开刚刚采集的灵露精血,掺进去少量朱砂,研磨成墨纸。大笔一挥,写下一连串蝌蚪文样的字符。在完成的瞬间,黄色光芒一闪,落在地面的朱色笔记瞬间消失。张扬满意地点点头。 符露发挥效力的时间会大大降低。张扬书写下,这张昆明符也就能保持三四天的样子。这对于张扬来说,却是丝毫不成问题,到时候,他随时补上就可以了。 一年多来,苦练各种符露的绘制方法,从劳山倒是身上缴获的那些战利品消耗得很厉害。 其中像黄纸和朱砂等,虽然还有一部分,但这些东西对于张扬来说,都是有出无尽的。 一旦用完,很难再次获得,因而,还是节省些的好。 以张扬僵尸的身份,根本就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得到补给。张扬早就琢磨着自己制作了。 要说黄纸的制作方法,其实并不难。 但是,其中需要到一种叫做银心草的植物,张扬按照伏天下中附带的图像,找遍了幽形谷附近也没发现。 而朱砂,更是天然生成的矿物,只需要研磨碎了就行。 盛产朱砂的地方,一般都是洋气极重,张扬怀疑火灵甲牛的老巢中应该有,只是还没来得及去寻找。 做完这些防御工作,张扬进洞府,躺进石棺,感受着澎湃的阴气,心里只觉震震舒坦。 作为僵尸,能有这样一个窝,真是太棒了。 伸手拿出怀中的阴宁珠,这颗阴宁珠,自然早就不是首次放进去的那颗。 这一年多来,张扬消耗阴宁珠的速度,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这种在走练师路线修真者眼中珍贵无比的宝物,其他人一旦得到,要么用来炼制丹药,突破等级,要么在生死打斗的时候,用来补充体内阴气的不足。 后一种方法,有些类似于人类普通修饰使用灵食,往往能够起到救命的作用。 而张扬的用法,则是揣在怀里,平时滋养身体,修炼的时候,直接吸收里面的阴气。 这种牛角牡丹,抱舔天物的做法的后果,就是张扬这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消耗了数十颗阴宁珠,将由师五级的境界大大巩固。 像平常一样,张扬将阴宁珠握在手中,运转太阴练形,练体偏的功法,开始吸收珠子中的阴气。 只是,阴气进入身体中之后,并不是被导入腹腔和胸腔的气海之中,而是在神识的引导下,分散成无数股溪流,在全身游荡。 丝丝阴气浸透,滋养着僵尸的血肉。 在这个过程中,张扬只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活过来一般,大口地呼吸着。 呼! 一个时辰之后,张扬舒一口气,暂时中断了修炼。 看看手中的阴宁珠,又是稍微缩小了一点的样子。 感受一下神体内澎湃的力量,张扬脸上露出了特有的笑容。 太阴练形真是神奇,竟然有能够让身体细胞呼吸的法觉。 细胞吸收阴气,得到淬炼,相信现在我在遇上六级游施的话,即使不使用大力服,单凭靠肉体上的力量也能跟其正面抗衡。 嗯,要休息会儿,晚上再出去找火灵甲牛。 本僵尸就不相信了,猎杀一头火灵甲牛就这么难。 想着,张扬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就在他进入睡眠状态之后,全身细胞还在自主吸收周围的阴气,大口地呼吸着,滋养着。 张扬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他的对面,是一头处于暴怒状态的火灵甲牛。 张扬身上泛着黄色的光芒,二品大力服的作用,让他的力量提升了将近一倍。 这相对于原先一张一品服录就让力量提升数倍的效果来说,确实要差些,但是,张扬也基本满意了。 使用者等级越高,服录的效果就越差。 如果张扬晋级到六级,七级游诗的话,恐怕二品服的作用就可以微弱到忽略不计了。 猫!火灵甲牛一声叫,撒开四提冲了过来。 高高隆起的后背,前粗后细的标准体型,又粗又弯的尖角,通红的双眼。 哒哒哒!四提践踏土地,发出沉闷的声音。 张扬不躲也不闪,而是选择了正面硬汉。 看着野牛的距离越来越近,双脚突然在地上用力一蹬,身体前倾,又掌全力拍了出去。 砰!正中牛脸!火灵甲牛脖子向旁边一歪,冲刺的方向略微歪了过去。 但是,冲击的强大势能带着沉重的躯体依然撞了过来。 哄!张扬整个身体一下飞出十几米远,砰!落地时双脚着地,又滑出数米才稳稳站住,激起一片尘土。 僵尸的躯体本就强悍,张扬的肉体更是经过淬炼,这一下撞击并不会造成伤害。 可张扬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 他清楚地记得恐怖巨蜥跟火灵甲牛的交手。 面对狂暴状态下,火灵甲牛的全力一击,恐怖巨蜥只是一尾巴就将其抽翻在地,动作潇洒血液。 而自己,在使用了大力服之后还这么狼狈。 这,就是差距。 扑!扑! 火灵甲牛喷着响鼻,使劲摇晃着脑袋,四体有些发软似的站不稳脚步。 显然,刚才那一记重击让他也十分不好受。 趁你病,要你命。 吼! 张扬见状大吼一声,主动发动攻击,食指成爪向着火灵甲牛抓了过去。 猫!火灵甲牛正面攻击的手段在,只有用脚顶。 硕大的头颅一条之下,牛脚尖的速度又快又急。 张扬眼睛一瞪,伸手抓住牛脚,整个身体立刻离地,顺着牛脚挑起的方向,一个悬伸。 扑! 僵尸张扬绕到火灵甲牛的后面,锋利的爪子瞬间刺进后者的脖子之中。 张扬的感觉,刚刚触碰到火灵甲牛身上鲜红的灵甲时,手指稍微一滑,在一掷之下,终于破开,之后就很轻松地没了进去。 张扬嘴角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爪子死死扣进去不放松,僵直的身体直邦邦地抚在牛背上。 同时,太阴链形功法运转,火灵甲牛体内的精血立刻像是绝堤一般,向着张扬的手心中涌了过去。 僵尸修炼,吸收月之精华,吸收阴气,吸收精血。 而吸收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口,这是最快的途径,另一个是通过身体皮肤,这是比较慢的途径。 太阴链形中本就有吸自觉,可以加快吞噬的速度。 张扬最开始只是通过口来吸收,数次都差点被狂勇而入的精血给撑爆。 而在这一年多的修炼过程中,张扬天天手握阴宁珠,吸收其中阴气,早就将手上的吸自觉练到极为熟练的地步。 现在一运用之下,效果果然起佳。 这下火灵甲牛可惨了。 体内精血绝低势地奔涌而出,让他感到身体一阵阵发虚。 猫!又痛,又惊,又恐的火灵甲牛异常暴躁,一声声猫叫着似提乱跳,试图将背上的敌人摔下来。 可是,他却绝望地发现,那头可恶的僵尸像是嵌在了上面一般,任凭他怎么作为,就是纹丝不动。 火灵甲牛的狂暴,反倒加剧了精血运转,往外奔涌的速度更快了。 不足斩查时间,火灵甲牛体内精血已经流失了近半,伴随着流逝的,是大量的体力。 眼看着这头蛮牛越来越虚弱的样子,张阳知道时机到了。 双手一撑,砰!双脚着地。 同时,双臂一用力,生生把一头蛮牛举了起来。 猫!火灵甲牛发出绝望的猫叫声。 张阳却是丝毫不心软,将其头朝下,用力朝地下一罐。 砰! 倒栽葱一般,整个牛头连同小半个前身都插进了柔软的泥土之中。 张阳一拍身体侧挂的那雾带,手中已经多了一个浴盆,开始取血。 火灵甲牛的精血,终于到手了。 第二十二章,三品离火符。 咚!咚!咚! 黑须须的山林中,一阵阵有节奏的落地声传来,一头僵尸不急不缓地向前跳着。 在这头僵尸的周围,十几头强壮的森林狼紧紧追赶,不时发出声声低鸣。 闪着光亮的眼睛在黑夜中像是一盏盏小绿灯笼一般飘来飘去。 张阳的神识放开,周围的情况完全在掌控之中。 现在的他,早就已经不是一年多前的那头二级小僵尸,面对十几头森林狼,他表示毫无压力。 原本,森林狼有对危险的预知,是不会对强大的敌人紧追不舍的。 可是,张阳自从稀释了火灵甲牛进半精血之后,并没有将其直接转化成气流融汇到气海之中,而是让其在全身游走,滋养每一个细胞。 通过双手吸收精血,转化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通过喉咙,这就导致他的浑身上下一片红光,像是笼罩着一层血光一般,浓重的血腥气远远传出,深深地吸引着那些森林狼。 火灵甲牛果然厉害,体型庞大,一身精血丰沛无比,仅仅吸收了不足一半,就有些运转不过来了。 看来,是我的倒行不够啊! 要是能够及时将这些精血全部转化为气流,将血腥气掩盖起来,也就不至于招惹来这些森林狼了。 这些森林狼不足以对我造成威胁,可是,万事也要小心,万一下次招惹来更加变态的存在, 岂不是要危险?张扬暗暗感慨着。 哦?哦? 森林狼终于受不了甜美血腥味的诱惑,嚎叫着准备发动攻击了。 搜!搜! 两头体型比较庞大的森林狼打头,四体在地上一蹬,身体凌空而起,见一般射了过来。 哦! 张扬同龄似的眼睛一瞪,僵直的胳膊挥出。 咔! 一声,第一只森林狼一声惨嚎,头骨碎裂,瘫死路边。 狼,最坚硬的是头骨。 但就是这最坚硬的部分,在张扬全力一击之下,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几乎与此同时,第二头森林狼已经扑到张扬的近前,张开的大口寒光闪烁,向着张扬的脖子就要咬过去。 张扬另一只手伸出,五指相并成剑,闪烁着寒光的指甲直接刺了过去。 扑! 森林狼半空中的身形骤然停了下来,张扬的手掌连通半条小臂都已经没进了森林狼的脖子中。 这时候,这只森林狼的牙齿距离张扬的脖子只有区区寸与远而已。 可就是这寸与远,却成了永远不可能到达的距离。 两头森林狼被秒杀,一下将同伴全都震住了。 张扬手臂一甩,砰! 小牛独自一般的狼狮飞出二十多米远,一下砸进狼群最密集的地方。 哦!哦! 那几只森林狼受惊,纷纷跳着躲开。 张扬双眼一凝,趁机出洞,双脚一蹬,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光冲了过去。 砰! 一巴掌将距离最近的一头森林狼拍翻在地。 背后一头以为得击,眼中闪烁着寒光扑了过来。 殊不知,战场上的一切全都在张扬神识控制范围之内。 抓住时机,骤然转身,双手伸出,正好抓住森林狼平身的两只前掌,用力一丝。 霍拉! 可怜一条剑状的恶狼,一下被尖不直到屁股,给撕喂了两片。 鲜血紧喷一般飞剑,张扬浑身上下被浇了个湿透。 吼!张扬吼一声,使劲挥舞着两片狼肉,仿若杀神下凡一般。 这下,剩余的森林狼哪还有继续打斗的勇气,一头两头纷纷夹着尾巴逃跑了。 张扬也没有赶尽杀绝的兴趣,而是用通红的双目看着手中血淋淋的狼肉,使劲咽了口唾沫。 不过,他明白自己刚才稀释的火灵甲牛精血还没有完全吸收,如果继续稀释的话,必大于力。 努力压下嗜血的欲望,随手将狼肉抛开。 看着血腥的战场,张扬心里难免一阵自豪。 一年多前,遇到同样的一群森林狼的时候,自己被追杀的狼狈无比,甚至差点丧命,而一年后的今天,却是随手之间就将其击败,感觉毫无压力的样子。 实力提升带来的快感,真是令人激动。 再想想,这也没什么好激动的。 现在张扬本身已经是一头五级游诗,而且肉体力量高于同级,不弱于六级游诗,反观那些森林狼,虽然强壮,却仅仅是普通野兽而已,连妖兽都算不上,胜得轻松实属正常。 杀散这一群森林狼之后,张扬身上的血腥气先后招惹来树头野兽。 但是,忌惮于张扬身上所散发出的强大气息,都是强忍着没有发动主动攻击。 张扬也没有赶尽杀绝。 毕竟,张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就是载掉恐怖巨蜥,成为这条幽形山谷唯一的霸主。 到时候,山谷内所有的植物草木,还有猛兽妖兽,都是归自己所有。 像这些野兽,已经被张扬看作自己养的猎物了,以后随时可以打猎玩,还是不要无缘无故滥杀得好。 回到山洞之中,张扬先是回到棺材之中躺好,开始慢慢淬炼身上的油荡的血气,将其一点点全部化为气流,然后滋养肉体。 精血化为暖流的过程中,张扬身体上仿佛泛起阵阵红光一般,大量血气从皮肤中渗透出来,散移到空气之中。 慢慢充斥整个山洞,甚至从洞口飘散出去。 摇摇望去,整个山洞都仿佛是笼罩在血光中一般。 不过,附近的猛兽都知道这个山洞中的主人不好惹,偶尔有一两头摇摇在洞口外徘徊,却是不敢随便接近。 足足两个时辰之后,张扬舒一口气,身上的红光已经完全消散。 张扬苦笑一声,因为他知道,自己吸收火灵甲牛的近半精血,其实一大半倒是被散移掉了,真正被吸收用来滋养肉体的,实不足一。 张扬也不是太在意。 反正,他历来最不缺的,就是精血、阴气等物。 这些对于普通僵尸来说,真弱命根的东西,张扬多到可以随意挥霍。 外面天色早已大光,张扬这头本该日落而坐,日出而息的僵尸,却是没有丝毫的困意。 伸手在那雾带上一拍,神石一洞之间,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精致的小浴盆。 打开浴盆的盖子,里面是鲜红的精血。 小浴盆是劳山派专为保存精血而制造的,效果极好,现在看来,精血中的火元素气息依旧极为浓郁,丝毫没有流失的样子。 张扬将一些朱砂混合进去,研磨好了,拿出一支制伏笔,一叠黄纸。 将黄纸铺平,用制伏笔沾了精血墨汁,深呼一口气,开始绘制离火符。 经过链鱼的不间断联系,张扬对各种符录的绘制手法都已经十分熟悉,根本就不用看伏天下,就能够轻松绘制出来。 手腕虽然依旧僵硬,但是在借力于胳膊的情况下,整个过程倒也显得行云流水。 一个个鲜红的蝌蚪文样符号落在江黄色的纸符上,即是醒目。 就在最后一笔落成的刹那,张扬只感到一股巨大的犀利,从笔端传来,体内的法力奔腾着狂涌而去。 还好,这个过程只是瞬间而已,可也抽取了张扬体内半层左右的法力。 整道符亮光一闪,又恢复平静,一张离火符制成了。 张扬打亮着这张符录,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三品离火符。 用最合适的火属性妖兽精血,加上自己黏鱼的练习,终于成功绘制出了一张三品离火符。 以前张扬用普通猛兽的精血,最多只能绘制出一品的离火符而已。 使用的材料不同,同样手法,同样心血下所制作出来的符录威力相差是极大的。 嘎嘎!恐怖巨悉,这下你有难了! 看老子绘制出一大堆三品离火符,非得将你给烧成烤蜥一不可。 一头僵尸,仰天发出呵呵的笑声,回荡在幽森的山洞之中,显得阴森恐怖。 第23章,猎杀恐怖巨蜥上,昊月当空,清冷的月光,给整片山林蒙上了一层青纱,如烟似雾。 张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目光炯炯,盯着数百米外河畔的一条恐怖巨蜥。 那条恐怖巨蜥却是浑然不觉,正悠闲地在烂泥中打着滚,一副舒服无比的样子。 丝毫戒心都没有,在这片山谷中,他就是绝对的霸主。 从来只有他捕猎别人的份,而从来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敢来主动招惹他。 哪里能够想得到,此时一头僵尸正在叙事以待地想要他的命? 为了今天这一刻,张扬可说是做足了准备。 时间上,选择的是月中月亮最圆最亮的一刻,空气中到处都是弥漫着的月之精华。 以张扬的功法,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吸纳,都会透过身体的皮肤浸透进去,滋养着血肉。 当然,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对实力的影响极小。 可是,即使是这么小的因素,张扬也要计算进来。 状态上,张扬在山洞之中有浓郁阴气的滋养,有用不完的阴宁珠,早就调整到了巅峰状态。 装备上,张扬的纳物袋中,共计有近500张各种符录,其中包括最近新绘制的三品离火符20张。 本来,张扬还打算绘制一批引雷符的,但是,绘制引雷符需要金属性和火属性的妖兽精血相混合才行。 如果只用火属性的火灵甲牛精血的话,不是制作不出来,而是制作出来的效果较差。 张扬估计,凭自己的水平,能够绘制出二品引雷符来,就算是运气好了。 以张扬现在的实力来说,二品符录有些看不进眼中,所以还是不要浪费符纸的好。 除了这二十张三品离火符以外,张扬还有一年多前在劳山道士身上缴获的几张三品符录。 当时总共缴获了六张,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先后消耗了三张,现在剩下的三张分别是隐形符、隐雷符和神形符。 张扬手中扣着一枚三品隐形符,两枚三品离火符,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悠闲的大蜥蜴。 他在等机会,僵尸并不擅长水战,而且,张扬对付恐怖巨蜥的杀手锏就是离火符,在水边作战的话,离火符的威力就会被削减到最低。 张扬当然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恐怖巨蜥似乎并没有要离开河畔的意思,非常悠闲地嬉戏着,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快乐的嘀吼声。 张扬很有耐心地等着。一炷香时间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一个时辰过去了。 恐怖巨蜥貌似嬉戏累了,竟然仰面躺在泥脑中,似乎睡着了的样子。 张扬郁郁闷了。看看月亮开始偏息,紫夜将过,如果再不动手的话,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刻将会过去。 张扬不由有些着急。错过了今天的话,难道要再等一个月的时间? 明天月亮只是缺一点点,可月之精华相对就要差得多。 花花!就在这时,旁边灌木丛中传出一阵响动。 张扬打眼看去,一头大欢正在一边走,一边在地上拱来拱去,丝毫没有发现木庄子一般矗立着的张扬。 这真是天助我也!张扬的眼睛一亮。 在炎热的夜晚,恐怖巨蜥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处河滩。 躺在泥脑之中,既能避开烤炉式的空气,又能让软泥涂满全身,避免被一些讨厌的蚊虫叮咬。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 恐怖巨蜥虽然强大,在整片山谷中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山林之中寸鱼长的吸血纹,却是让她烦恼不已。 翻躺在软泥中,肚皮朝上,恐怖巨蜥渐渐闭上眼睛,开始享受美妙的夜晚。 就在她渐渐入睡的时候,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嚎叫。 嗷嗷。 一道黑影,快速从草丛中窜出,竟然是向着河边自己的方向而来。 嗯。 恐怖巨蜥眼睛一亮,舔了舔嘴角。 从声音中她就能分辨出,那是一头大欢。 这种弱小的野兽胆子极小,哪怕是树上掉下一个果子,也会吓得她夺命狂奔。 恐怖巨蜥嘴中发出得意的呵呵声。 她现在就怀疑,肯定是树上掉下一个果子,又将这头大欢给吓着了。 往那儿跑不好,偏偏冲着自己的方向跑过来。 恐怖巨蜥认为,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食物,绝对不能放过。 哗啦! 恐怖巨蜥翻一个滚,开始从泥潭中慢慢向外滑去。 骤然,大欢发现了正在接近的恐怖巨蜥,惊恐之下突然杀足,在惯性作用下竟然摔了个跟头。 然后立刻站起来,调转方向,挟刺着向山林另一端跑去。 恐怖巨蜥趁机猛扑过去,双方的距离仅仅不足十米远的样子。 恐怖巨蜥自然不肯放过到嘴边的猎物,加快速度追了过去。 分分钟的时间,就双双消失在茂密的山林中。 张扬看得清楚,恐怖巨蜥的速度比大欢的速度快了一线,应该到千米外就能追上。 距离河边千米,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作战地点了。 张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走到河滩边上,看着恐怖巨蜥脚印消失的地方。 伸手拿出一张追踪符,手捏法绝,心中默念口令。 急! 扑! 浮露应声而然,点点灰烬飘落,地面上立刻显现出一串银色的足迹。 看那肥大的三指足迹,和离去的方向,正是恐怖巨蜥无疑。 张扬毫不犹豫地起身追了上去。 算算距离差不多,伸手给自己打出一张隐形符,手中扣了两枚离火符,才继续追了下去。 恐怖巨蜥身体肥胖,但是速度却着实不慢。 很快,他就追上了那头越跑越慢的大欢,只是一找,就将其拍翻在地。 然后慢条丝里地用脚踩踏住,开始享受美餐。 恐怖巨蜥很满意,吃了这头送上门来的笨欢之后,今天晚上就不用外出补食,只需要在泥闹中躺着美美的消遣就可以了。 大欢肉质鲜美,恐怖巨蜥吃得极是享受。 突然,他似乎听到树叶踩踏的声音,不由停止了撕咬的动作,抬头向声音来远处看去。 一阵清风吹过,几片树叶飘落。 静谧幽森的丛林,看不出一点异样。 难道是自己听错了? 恐怖巨蜥开始有些怀疑了,低头继续吃食,但是,心中却加了几分小心。 二级妖兽,远远达不到人类的智慧,可也不是普通野兽可比的。 张扬看到恐怖巨蜥似乎没有警觉的样子,才算是输了口气。 丛林之中,地面上满是厚厚的斧叶败枝。 隐形符只能隐匿它的身形和气息,却不能让身形真的消失。 张扬已经尽量非常小心了,但在接近的时候,还是踏断了一根枝条。 还好,并没有惊动恐怖巨蜥。 张扬继续接近,看看距离差不多,手中两张李火符突然激发,神识引领之下,两道黄色的光束像是利剑一般向着恐怖巨蜥射了过去。 正在近视的恐怖巨蜥眼睛猛然瞪大,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抛开正在撕咬着的大欢,一个翻身,不但躲开两道俘虏的攻击,竟然还向着张扬所在的方向滚过来。 同时,巨大的尾巴瞬间抽打过来。 第24章,猎杀恐怖巨蜥下。 扑! 李火符击空,落在地面,一片斧叶连同那只大欢瞬间燃为灰烬,周围的草木受热也燃烧起来,眼看着就有火灾的势头。 恐怖巨蜥的突然反击,尾巴电闪一般,避无可避。 砰! 张扬的身体直接被抽飞十几米远,撞在一棵大树上。 又弹落地面。 撕! 张扬倒抽一口冷气。 你嘛! 这条大蜥蜴也太强悍了吧! 明明主动偷袭的人是自己好不好,怎么反到别人家给干趴下了? 还好僵尸的肉体本就强大,又经过张扬一年多来日日不间断的淬炼,更是强悍无比。 这一下虽然狼狈,却没有受伤。 呼! 张扬刚刚着地,整个身体立刻纸板样站了起来。 吼! 恐怖巨蜥嗓子中发出低沉的吼声,猛然向着张扬所在的位置扑了过去。 他看不到敌人的身影,但是,却实实在在感觉到击中了敌人。 而且,敌人撞在树上,以及摔摔落地面的位置,他也能够清楚地捕捉到。 知道恐怖巨蜥力量的强大,张扬自然不会选择跟他正面对抗,向旁边一个跳跃闪开。 同时,一道大力斧打出,一股黄芒闪烁,澎湃的力量涌起,张扬感觉自己的力气瞬间增大将近一倍。 这一单个的功夫,恐怖巨蜥已经一步一驱地跟了过来。 肥胖的身体直压过来,粗壮的前肢,闪烁着寒光的爪子,都在展示着巨蜥恐怖的力量,兜头压下,向着张扬脑袋拍了下来。 哦!张扬一声抱贺,第一次选择跟巨蜥进行正面对抗。 身体前倾,抡起胳膊,全力击出。 砰!两箱撞击,张扬身体一晃,稳稳撑住这一击。 但是,这一击,张扬也知道了自己跟恐怖巨蜥之间的差距。 现在双方都是叙事一发的全力一击,结果看似不相上下的样子。 可是,恐怖巨蜥最强大的攻击不是前掌,而是尾巴和又宽又阔的大嘴。 大嘴牙齿强大的咬合力,自不必说,尾巴的抽击力量,也要是前掌攻击的数倍。 张扬使用了大力符,力量差不多增加一倍,才看看跟恐怖巨蜥的前掌攻击力量差不多。 如果换作尾巴攻击的话,恐怕张扬就只有选择躲闪了。 恐怖巨蜥感受到自己的一击被挡住,身体一扭,尾巴立刻跟了上来。 张扬有自知之明,自然不肯跟其最强一击进行正面对抗,身体又是向旁边一跃躲开。 恐怖巨蜥紧追不放,再次扑上去发动攻击。 张扬的神识掌控战场形势,或是躲闪,或是迎击,双方你来我往打在一起。 只听空气中一阵砰砰砰的肉体撞击声。 僵尸本就是肉体强大的生物,而恐怖巨蜥的肉体却更是强大。 在这场晋身对抗中,大蜥蜴完全占据了上风。 或许是怕那个隐形的怪物一旦拖出自己的掌控范围,就再也找不着。 恐怖巨蜥一开始就是一副死缠烂打的样子,紧追不放, 破得张扬连击出俘虏的间隙都没有。 张扬心中暗暗叫苦。 原计划靠着隐形的优势偷袭, 然后用一堆离火符直接将对方烧死呢? 没想到,竟然弄成了现在这种近身缠斗的糟糕局面。 砰! 当张扬的身体再次被恐怖巨蜥的尾巴抽飞, 还没来得及躲闪,就又被追赶上来的时候,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两人一番打斗,转眼斩查时间过去, 张扬身上的隐形符效力渐渐消失,身形开始露了出来。 大力浮的作用也慢慢散去,张扬的力量减弱。 在对抗中,烈势更加明显, 几乎是完全处于狼狈躲闪的地步, 身上更是被恐怖巨蜥的爪子撕开了十几条大大小小的口子。 而张扬的攻击, 却是被巨蜥厚而粗糙的皮给挡开, 只留下几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伤口。 看到敌人是那头可恶的僵尸, 恐怖巨蜥眼中虽然闪烁着凶残的眼光, 但警戒心确实降低了几分的样子, 攻击的力度也降低。 毕竟,能够看得见的敌人总比看不见的敌人要令人放心。 而且,恐怖巨蜥自信, 这头僵尸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 就是这一松懈的时机, 张扬感到机会来了。 手中扣着一枚李火福, 心中默念法诀,身体直接向着恐怖巨蜥撞了过去。 恐怖巨蜥显然没想到刚才隐形时还一直在躲闪的敌人, 在现出身形之后反倒赶正面进攻了。 难道他是觉得自己没有逃跑的希望, 所以想拼死一搏? 恐怖巨蜥这么想着, 出手却是毫不留情, 直接张开大口, 向着张扬吞了过去。 这一口下去, 简直能够将张扬半个身体全都吞下去一般。 张扬见状不经反省, 心中大喝一声。 急! 一道黄芒在恐怖巨蜥口中一闪而没, 直接进入腹中。 时间仿佛静止了那么一秒钟。 下一刻, 哄! 一团巨大的火焰在恐怖巨蜥的腹中燃起。 熬! 熬! 突然而来的巨大疼痛, 让恐怖巨蜥几乎失去了理智, 浑身一阵抽搐, 爪子乱挥, 巨尾横扫。 张扬丢出李火福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后撤。 可是, 惯性作用下, 让他的身体依旧朝着恐怖巨蜥而去, 立刻进入了危险区域。 扑! 恐怖巨蜥的爪子一下在张扬的胸口撕开一条大口子。 紧接着又是尾巴重重的一击。 扑! 张扬堪堪举起胳膊挡了一下, 整个人就已经像是断线的风筝般抛飞出数十米远, 直接滚落近远处的灌木丛中。 他甚至能听见自己骨骼寸寸断裂的声音, 落地的时候, 竟然是浑身瘫软, 站不起来的样子。 在剧烈的疼痛下, 恐怖巨蜥的潜力完全被激发了出来, 所发出的攻击力, 绝对是平生仅有的强悍。 而张扬又是在仓促之间, 自然抵挡不住。 还好那道李火福对于恐怖巨蜥来说是极为致命的。 此时战场处还正传来阵阵凄厉的惨嚎声, 以及树木和石头被剧力摧毁的撞击声。 恐怖巨蜥的生命力是极其强大的。 可是, 正是这种强大的生命力, 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三品李火福在腹内激发, 五脏六腑全都被焚毁, 已经注定了他的死亡, 所剩下的, 只是挣扎时间长短而已。 耳边不断传来凄厉的惨嚎声, 张扬文芝也有些不忍的样子。 可是, 他的心很快就坚定起来。 这个修真戒的生存法则是极为残酷的, 尤其对于僵尸来说, 几乎全世界都是敌人。 幻想一下, 如果刚才战败的是自己, 恐怖巨蜥的巨恶肯定会将自己的骨头全都绞碎, 然后再吐出来。 估计巨蜥是不会喜欢僵尸肉的味道的, 它只是消灭自己的敌人。 更何况, 现在张扬的近况也不是特别好。 恐怖巨蜥最后的攻击, 力量之大, 张扬双臂和脊椎的骨头几乎粉碎。 当然, 这对于一头僵尸来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等恐怖巨蜥死后, 将它的精血稀释掉, 或者是使用阴灵珠, 都是能够修复好的。 张扬努力低头, 拿出怀里的阴灵珠, 含在了嘴里, 准备吸取阴气, 修复神体。 嗶嗶巴巴! 一阵阵树叶燃烧的声音, 这是第一次丢出的离火符所引起的大火, 火势已经越来越旺。 张扬苦笑一声, 知道应该先将火灭掉。 否则的话, 用不了一炷香时间, 大火就能烧过来。 五级游诗的阴气, 在大火中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神诗潜入那雾带中, 正要拿出魁水符, 突然, 耳边传来的声音让他停止了动作。 我们来晚了。 嗯, 这条蜥蜴妖兽还没有死绝, 说明对方应该是刚刚离开。 看打斗的痕迹, 对方应该使用了离火符, 是人类修士。 这里虽然属于十万大山边缘地带, 可是, 一般人类修士也不会晚上到这里来声势。 莫非, 对方也是冲着那口阴泉来的? 阴泉二字传进耳中, 让张扬的心猛的一咎。 刚才战斗结束后, 他就已经收回神识, 毕竟, 神识外放对精神力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 因而, 是在说话声音传过来之后, 才知道有人来。 现在神识尽量柔和地释放开来, 同时, 微微抬起头来, 调整角度, 透过灌木丛的缝隙向外看去。 第25章, 炼尸门。 只见火光映照下, 几个身着长袍, 面色阴冷的男子正站在不远处。 在他们的背上, 各自背着一个一尺多长的小匣子, 布! 竟然是小棺材! 张扬的眼光瞬间明智。 看这几个人的模样, 就知道不是好惹的样子。 而且, 看到有人黄叶打斗, 竟然随随便便过来, 没有一定的实力, 是不敢这么自信的。 张扬身体一动不动, 体内气流运转也都停息, 努力压制自己的气息, 声孔被发现。 哼! 诸位师弟不必担心。 杀死区区一头蜥一腰兽, 都要费这么一番周折, 而且连尸体都来不及处理就顿走, 想来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 如果他不是冲着阴犬来的, 那自然是好, 如果是的话, 本修血管内的僵尸正好即可呢。 一个头领模样的中年人一边说着, 一边拍拍自己背上的小棺材。 哈哈, 有王瑶师兄在, 萧小之辈自然是手道擒来。 对啊, 对啊。 听说王瑶师兄的僵尸傀儡刚刚突破桎梏, 已经淬炼到七级优势水平, 师弟们还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一下呢。 周围几人立刻一片阿谀之词。 张扬听得肉麻, 却也大致了解了几人的战斗力。 那个领头模样的人最强大, 拥有一头七级游诗水平的僵尸傀儡,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所谓僵尸傀儡, 就是一些师修将僵尸收服之后, 用特殊手法抹去意识, 淬炼成受自己控制, 为自己作战的战斗兵器。 太阴炼型分四部分, 其中的傀儡片, 其他三片分别为炼体片, 炼物片和杂片, 就是专为炼制僵尸傀儡而射。 不过, 太阴炼型傀儡片中对炼制傀儡者的要求比较高, 修炼者至少要能达到游诗高阶, 也就是游诗七级以上的时候, 才具备炼制僵尸傀儡的资质。 张扬现在才是五级游诗, 因而, 一直没有考虑过炼制傀儡的事情。 糟糕了! 这些人都是师修, 而且, 光是那个领头的, 就至少有一头七级游诗的傀儡, 其他人个个背着血冠, 看样子也是有祸的。 我一旦被发现, 恐怕就是食死无生的下场, 肯定死后还要被人炼成傀儡。 张扬对这一点是十分自信的。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躯体比起一般同级僵尸来要强悍得多, 这可是师修眼中最珍贵的材料。 幸亏我被那条大蜥蜴给打到灌木丛中来了, 否则的话, 嘖嘖。 张扬心中暗暗嘖舌。 这时候, 那个首领模样的王妖师兄又开口了。 好了, 奉承话不必多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阴犬所在的位置。 那个出卖给咱们消息的散修只说在这个山谷中, 可是, 这个山谷长足有百多里, 两边山林茂密, 要找到也是不容易的。 千万不要让别人给抢了先手。 王妖师兄说到这一顿, 接着说道, 阴犬对咱们练师门的重要性, 我想各位师弟都是清楚的。 消息, 我已经报回师门了。 按照时间推算, 现在师门应该已经派出强者来接应, 不出十日, 就能抵达。 如果等师叔师伯们过来, 却发现咱们把阴犬给弄丢了的话, 我相信各位师弟是知道师门手段的。 王妖说着, 眼光在其他几人身上扫过。 个人都是一个机灵, 显然对师门手段很失畏惧。 师兄放心, 师弟们一定尽心尽力。 众人赶紧表决心说道, 那好, 我们接下来兵分三路, 谁先发现情况, 就向另外两路报信。 如果没有情况的话, 明天正午, 还到这里来会合。 你们三人一路, 张军你来负责, 从西边山岗搜过去。 你们三人一路, 赵大卢你来负责, 从东边山岗搜过去。 你跟我一路, 咱们两人从山谷中沿着河流走。 王妖手指着众人命令道, 是, 师兄。 众人纷纷答应一声, 张军和赵大卢两队率先而去。 王妖看了一眼, 已经渐渐断气的恐怖巨蜥说道, 西医妖兽的皮和精血还是有些价值的, 我们撞上算是运气好吧。 师兄我来。 跟王妖一队的那个年轻人, 不等吩咐, 主动上前动手, 将恐怖巨蜥的皮包了下来, 另外比较有价值的牙齿和血液也采集了一部分, 剩下的一堆肉, 则是扔在那儿不要。 恐怖巨蜥堂堂一代小霸主, 竟落得个如此下场。 修真戒的残酷, 可见一斑。 收拾完之后, 那个年轻人将东西整理好了, 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 王妖对于这个师弟表现很满意的点点头, 连生客气都没有, 就全收了起来。 许氏担心大火烧起来声势太盛, 引人注意, 那个王妖在离开的时候竟然释放了一个法术, 一阵阴风滚滚, 刚刚烧起来的火就被扑灭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 张扬才舒了口气, 紧接着就是一阵紧张。 这些人都是冲着阴犬来的。 他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找到山洞, 可是, 照这么搜下去, 恐怕要步了三四天就会发现。 毕竟, 这个幽形山谷只是一个长百多里, 宽三四十里的小型山谷。 几个修饰搜索, 三四天也能搜变。 张扬越想越急, 赶紧运转功法, 疯狂吸收口中的那枚英宁珠中的阴气。 丝丝阴气, 滋养着张扬的血肉和骨骼。 太阴练形, 练体偏, 功法的奇特, 再加上僵尸本身强大的恢复力, 张扬身上折断的骨骼, 以极快的速度修复着。 半个多时辰之后, 张扬感觉身体基本恢复, 顾步的一切, 立刻给自己加持了一张二品神行符, 抄小路向着山洞所在极顿而去。 回到山洞, 先是例行地检查昆明符, 没有发现被触动的痕迹, 然后才进入山洞之中。 一把将石台上的石棺掀翻, 伸手在那雾带上一拍, 手中已经多了数个漆黑的石盒。 将这几个漆黑石盒在台面上摆好, 然后探手到阴泉之中。 数秒钟之后, 胳膊缩回来, 手中已经多了一枚漆黑圆润的阴宁珠。 这一年多的时间中, 张扬经常伸手到阴泉中去捕捉阴宁珠, 熟能生巧之下, 捕捞的效率早就不是原先可比。 大约两炷香时间, 那几个石盒已经全部装满。 每个浴盒中都有二三十枚的样子。 像这样的盒子, 在张扬的那雾带中还有十几个, 都是张扬平时用墨丸石打就, 然后装满了阴宁珠的。 早知道有今天, 应该多打造一些墨丸石盒子了。 张扬有些后悔地叹一口气, 将石棺盖好, 避免阴气外泄暴露目标。 虽然炼尸门的人迟早会找到这儿, 张扬也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第二十六章, 浮沙上。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舒坦的窝, 难道要就此放弃? 可是, 不走的话, 连我自己都要成了人家的僵尸傀儡了。 张扬回头看看那口浓郁的阴泉, 心中满是挣扎。 可恶的炼尸门。 回我洞府, 老子跟你势不两利。 张扬在洞中彷徨着, 神石全部释放开来, 并且时不时从洞口向外张望。 按照一般来说, 没有一两天的时间, 那几个黑衣人是找不到这里的。 但是, 万事没有绝对。 万一他们运气好, 一头撞进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不管是走势流, 张扬都必须得尽快做出决定。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这个道理, 张扬是懂得的。 这批敌人总共八个人, 兵分三路。 最强的战力, 应该是一头七级游诗傀儡。 我现在是五级游诗, 再加上功法的特殊, 和肉体的强悍, 能够正面对焊六级游诗, 使用服录的话, 对付七级游诗, 最少有六七成胜算。 看来, 是可以一战的。 而且, 我可以偷袭。 敌名我暗, 我本就是一头僵尸, 谁能想到, 一头僵尸也会偷袭人呢? 嘎嘎嘎。 敢跟我抢洞服, 老子阴死你们。 张扬得意地笑着, 铁青的脸色, 争鸣恐怖。 幸好他们兵分三路, 否则的话, 我恐怕连一丝机会都没有了。 杀死他们几个之后, 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最起码可以得到几口盛放僵尸傀儡的血冠, 为我下一步淬炼僵尸傀儡做好准备, 也算是对我丢失阴泉的一个补偿吧? 没有实力跟整个炼尸们对抗, 虽然最后我还是要逃走, 最起码可以出一口气。 张扬瞬间下定决心, 立刻开始布置。 先是来到山洞口, 稍一思索, 拿出制服笔来, 沾满火灵甲牛精血和朱砂混合而成的墨制, 挥腕泼墨, 直接在洞口的地面上绘制服录。 一张离火笔完成的瞬间, 张扬只觉得体内法力骤然抽口一截, 笔下赤亮的黄色光芒一闪, 刺激一墨而逝。 哦! 张扬舒一口气, 不敢休息, 挥毫泼墨, 继续绘制服录。 一脸绘制十几幅, 张扬感觉到体内法力空荡荡的, 一大两小三个气旋的旋转都有些无力了, 才停下手来。 躺进石棺内, 手握一颗阴宁珠, 运转功法稀释阴气, 补充着体内的损失。 磅礴的阴力从阴宁珠上画出, 涌进张扬体内。 一注相识间后, 张扬睁开眼来, 只感觉体内法力澎湃, 完全恢复的样子。 体会到阴宁珠的效力, 张扬对将要被迫放弃的阴泉更加感到心疼。 对无故找上门来的炼尸门也更加痛恨。 法力恢复, 起来继续绘制符禄。 离火符, 引雷符, 镇尸符, 昆明符, 两个时辰的忙活, 煽动由外到内, 地面上, 墙壁上, 遍布了各种符禄。 这些符鲁虽然没有黄纸作为载体, 但是, 短时间内的效力差不了多少, 只是略若一线而已。 以银鲜草为材料制作的黄纸, 更大是起到保鲜的作用。 符禄法阵绘制在符纸上, 流逝的速度就会变得极慢, 如果再用特制玉和盛放的话, 法力流逝速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离火符有三品的威力, 引雷符和镇尸符只有二品威力。 在洞中阴气掩护, 不容易被察觉, 只要它们进入范围内, 我突然激发, 嘎嘎嘎。 只是, 如果一天之内, 它们找不到这里的话, 离火符的威力就会降到二品, 引雷符和镇尸符就会降到一品, 没关系了。 到时候, 我再费些力气加持就好了。 又检查一遍, 确定一切没有漏洞, 张扬才躺回棺材之中, 开始养精蓄锐。 一直到晚上, 都是平静无视, 张扬的状态也已经调整到最佳。 站在山洞口, 光光点点的月之精华, 像是萤火虫般扑在张扬的身上, 通过皮肤渗透进身体之中, 让张扬倍感舒适。 但是, 张扬的心中, 却是无比焦躁。 现在是晚上, 不过, 是修同样擅长夜战, 讨厌阳气重的白天, 想来是不会休息的。 按照他们的分工, 能够找到这里来的, 应该是赵大鲁三人。 当时远远看去, 这三人都是练起七三四重的样子, 不足为虑。 但是, 师修最强的战斗手段, 都是他们的僵尸傀儡, 只要不放出来, 就没人能够知道。 这三人的僵尸傀儡, 不会超过六级游施, 只希望不要太强大才好, 如果是三头六级游施的话, 也够好受的了。 还是尽量避免正面对抗的好。 张扬心中琢磨来琢磨去, 只觉得, 偷袭才是王道。 第三天上午的时候, 终于出现情况了。 张扬正躺在棺材之中, 用丝丝阴气滋养自己的身躯, 突然心中一阵紧照。 嗯? 昆明福? 呼! 带着一阵风声, 张扬的身体直僵僵地站了起来。 轻轻跳到山洞门口, 一阵阵人语声已经传了过来。 这里? 肯定是这里。 阴气比附近要浓郁得多。 快! 随着风声, 几个人已经到了山洞口。 张扬小心翼翼地将神石释放出去, 范围内所有的景物 全都清晰地映射进脑海之中。 三个黑衣人, 当先的, 正是那个叫做赵大鲁的家伙, 实力最强, 是炼气七四级修士, 旁边, 则是两个炼气七三级的家伙。 如果仅是这几个人的话, 张扬自信随便出手, 几掌就能将这几个家伙拍死。 但是, 张扬也知道, 评价师修的战斗力, 不能看他们本身修为, 而应该看他们的僵尸傀儡。 这几个黑衣人的僵尸傀儡不放出来, 张扬就不能大意。 赵师兄, 是这里没错了? 这么浓重的阴气, 聚而不散, 十有八九阴犬就在洞中, 我们赶紧发信号通知王妖师兄吧。 一个黑衣人兴奋道, 张扬心中咯噔一下, 如果对方通知另外两路人马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说不好, 就只有主动出击, 先动手将这三人干掉。 还好, 赵大鲁冷哼一声说道, 现在通知王妖师兄, 我们只是猜测而已, 不进去看看, 怎么能确定? 贸然将师兄大驾请过来, 太不明智了。 而且, 阴犬可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会半生有许多其他宝物, 我们先进去, 难道还怕吃亏吗? 想到阴犬可能半生的那些宝物, 两外两个黑衣人眼光也亮了起来。 看到两位师弟动心, 赵大鲁开口命令道, 给我们提供情报的散修是比较可靠的。 他说, 这个阴犬是新出现的, 里面应该没有厉害的妖物。 不过, 大家小心些, 总是没错的。 王长贵, 让你的僵尸傀儡打头阵, 六子你的紧随其后。 王长贵一脸不情愿的表情, 但是, 又不敢违抗师兄的命令, 只能答应一声。 左手捏法绝, 右手在后面一尺多长的小棺材上一拍, 口中念念有词, 大喝一声。 阴人出关! 咻! 一道黑光一闪, 前面已经多了一头青面獠牙的僵尸。 四级游尸。 张扬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种货色, 在张扬面前就是被秒杀的存在。 紧接着, 那个六子和赵大鲁自己也纷纷释放出各自的僵尸傀儡。 六子的傀儡也是一头四级游尸, 而赵大鲁的, 却是一头五级巅峰的游尸。 张扬健壮彻底放下心来。 两头四级游尸, 一头五级巅峰游尸, 表示毫无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将他们全尖了, 一个都不要放跑? 最理想的, 是让他们连求救信号都不要发出去。 第27章, 扶杀中。 张扬心中一动, 一张隐形扶打出。 扑! 黄芒一闪, 张扬的身形渐渐消失。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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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 一头四级僵尸双臂前身平举, 一步步跳了进来。 紧随其后, 另外两头僵尸也跳了进来。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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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森的山洞之中, 回荡着沉重的脚步声。 几头僵尸越过山洞口, 直接进入到洞府, 在洞府之中蹦蹦跳跳。 张扬使用了隐形符, 尽量压抑自身气息, 再加上周围浓郁的阴气掩护, 那几头僵尸根本就没有发现。 山洞外, 赵大鲁等人脸上露出喜色。 空的! 竟然是空的! 几人不再犹豫, 立刻迈不向内走来。 进入山洞之内数米深, 突然周围一阵凌厉波动。 赵大鲁面色一变, 还没有反应过来, 几团火焰骤然冒起。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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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一下被满身的火焰包围, 变为了火球。 啊! 阵阵凄厉的惨嚎声响起, 秒秒钟的时间, 就恢复了平静, 剩下的, 只是地上三团焦炭, 还有三口漆黑的小棺材, 那一尺多长的小棺材,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 在二品离火福的火焰虾, 竟然丝毫无损的样子。 狭窄的山洞之中, 弥漫着阵阵烤肉香味。 伏击成功! 杀灭敌人! 在三人死亡的瞬间, 洞府内的三头僵尸一下安静下来, 双臂下垂, 直挺挺地站在那儿, 再也不动了。 僵尸傀儡, 灵智已经被抹去了, 只剩下嗜血的本能和受主人控制的念头。 主人生死, 他们相当于成了无主兵器。 也许在看到血肉生命的时候会扑上去, 但是, 更多时候会保持傻呆呆不动的动作。 人影一闪, 张扬走了出来。 伸手一挥, 先是几张震尸符拍出, 将三头僵尸傀儡彻底镇压。 然后来到三团交叹面前, 伸手拿起一口血冠。 打开关盖来, 肉眼看上去里面只有尺鱼大小, 但是, 神识沉入的话, 却发现有两米长, 一米多宽的样子。 血冠的设计, 跟大雾带, 空间戒指之类有些接近, 但细节上又不相同, 倒是更接近于灵兽带。 这是赵大鲁的血冠, 可以同时容纳两三头僵尸傀儡的样子, 另外两具血冠则是要小些, 仅能容纳一头僵尸傀儡。 像这种血冠, 僵尸张扬本人也能够钻进去。 但是, 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一旦进入血冠之中, 神识跟外界完全隔绝, 相当于被封闭起来一般, 即使遇到什么险情也不自知。 哪怕是一个练起七一二级的普通秀士, 也很容易就能将它封印起来。 神识一动之间, 将三头僵尸全都放进那口大血冠之中。 又将三口血冠全都放进那雾袋中。 走到洞口, 将消耗掉的几张礼火符补上。 这次伏击, 比预料得还要顺利。 回顾战况, 张扬十分满意。 下面, 就看王妖己人的反应了。 王妖己人确实郁闷了。 按照当天出发前的约定, 三路人马不管有没有收获, 在日中的时候, 都是要到山谷中间的河边会合的。 可是, 眼看着太阳偏西了, 赵大鲁一路还是没有动静。 赵大鲁不会是发现了阴泉, 起了什么贪念吧? 张军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抱怨道。 烈日当空, 天气炎炎, 他的黑色稻袍全都被汗水浸透了, 心情相当不好。 不要胡说。 阴泉跟地脉相连, 赵大鲁即使有贪念, 也没有那个偷走的手段。 难道他还想聚守阴泉, 跟师门对抗不成? 王瑶责备一句, 不一定非要占据啊。 阴泉之中会半生许多阴雾, 如果掠走的话, 即使躲起来修炼, 以后成就也不会太低。 最起码, 比在师门中筑击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啊。 张军小声念如着。 是啊。 如果他们是遇到嫡袭, 难道连市井的时间都没有? 嗯, 我早就看照大鲁不是什么好东西, 真有可能卷了东西逃走。 其他几人也都小声议论着。 哼。 王瑶冷哼一声, 心中却也有些怀疑。 如果真让他席卷了宝物逃走, 那自己发现, 阴泉的功劳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想到这儿, 王瑶有些待不住了。 走。 我们去东边山岗走一趟, 一切自然清楚。 幽森的山洞之中, 一阵阵阴风吹出。 数百米外, 还是一副烈日高照的景象, 这里却是阴风漆漆, 令人忍不住打冷战。 张军几人却都是面露喜色。 师兄, 肯定是这里了。 这么浓郁的阴风, 只有阴泉才会有这种效果。 王瑶却是一副谨慎的模样。 要小心了。 这里的阴风很浓, 但是, 我却感受到了一丝火属性的气息。 长期阴气这么浓郁的地方, 怎么会有火属性气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恐怕刚刚使用过李火福。 李火福? 难道是前天晚上那个萧萧? 张军脸色一凝。 王瑶稍一沉思, 冲山洞中喊话道。 不知是哪位道友先到一步? 在下恋师门王瑶, 还请道友给个面子, 现身一剑。 张阳身体紧贴着洞府中接近洞口的墙壁, 一言不发。 他已经有意识地鼓动阴气, 将李火福的气息吹散了。 只是王瑶挤人来的速度比料想得要快, 还是没有散尽, 引起了对方的警觉, 这下可有些麻烦了。 王瑶的声音回荡在山谷中, 却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哼! 王瑶冷哼一声, 脸色稍变。 洞内朋友如果不出来, 就是不教我恋师门当做朋友, 那可就别怪本修不客气, 要强闯了。 张军! 王瑶说着, 向旁边张军使个眼色。 是,师兄! 张军点点头, 向另外两名黑衣人招呼一声, 三人纷纷一拍身后血冠。 阴人出关!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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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黑光闪过, 三头僵尸矗立在面前。 张军等人手捏法绝, 意念一动之间, 三头僵尸排成一排, 骑刷刷地向洞内跳去。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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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的脚步声, 给阴风增添了一分阴冷。 剩下王瑶二人, 也是唤出自己的僵尸傀儡, 护在身前, 摆出随时准备进洞支援的架势。 尤其是王瑶的那头僵尸, 再出来的瞬间, 就环绕着一阵浓重的血腥气, 显然杀孽极重。 张军几人纷纷侧目, 露出震撼的神色。 七级游诗的气势, 比起六级游诗来, 强大了不止一分的样子。 张扬一直关注着洞外的情景。 一头七级游诗, 一头六级游诗, 一头五级游诗, 还有两头四级游诗, 这, 就是傀儡僵尸的全部力量了。 如果能够顾忌重施, 直接将王瑶, 张军几人, 骗尽煽动一把火烧死的话, 那自然是好。 但是, 看王瑶谨慎的样子, 这个计划恐怕很难实现。 而正面跟这几头僵尸对抗, 张扬感到非常不乐观。 麻痹! 两路人马竟然集合到一块同时过来了, 这个王瑶还那么胆小怕死, 坑爹啊! 张扬心中抱怨着, 手下却不停歇, 一张隐形符拍出, 黄芒闪烁中, 身形渐渐消失。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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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头僵尸已经跳了进来。 咦! 山洞里没人! 张军脸上喜色一闪而没, 患上了惊讶。 毕竟, 刚才王瑶师兄认定山洞中有人, 又是喊话, 又是全力戒备的, 简直小心至极, 结果, 山洞却是空的。 如果自己在这时候笑出声来的话, 岂不是有讥讽的意思? 讥讽师兄? 那可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 王瑶脸上也是一副不太相信的模样, 自言自语道。 难道那个修士已经离开了? 师兄, 我先进去。 张军显然已经认定洞内五人, 自告奋勇道。 不! 你先去。 王瑶指着旁边一个肥胖黑衣人说道。 是, 师兄。 肥胖黑衣人答应一声, 麦不刚要走。 王瑶又将其一把拦住, 拿出一个小黑瓶子, 捏个法绝, 伸手一弹, 几滴露水样东西, 撒在肥胖黑衣人眼睛上。 一道亮光闪过, 肥胖黑衣人的眼睛看上去多了几分神采的样子。 如果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他的眼珠竟然变得有些发蓝。 王瑶露出几分肉痛的表情, 将小黑瓶子收回, 摆摆手道。 去吧! 第28章, 扶杀下。 张阳看得清楚, 进来的这个肥胖黑衣人所掌控的是一头四级游施傀儡。 杀死他, 对于接下来的战况几乎毫无影响。 显然, 王瑶也是算计得清楚。 心中暗骂一声老狐狸, 张阳身体紧贴着墙壁一动不动。 理论上来讲, 自己有隐形服加持, 那个肥胖黑衣人是不可能看得见自己的。 但是, 张阳心中, 却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王瑶最后拿出小黑瓶所做的那个动作, 让张阳感到十分不安。 肥胖黑衣人小心翼翼, 一步一挪地走了进来。 洞府开阔, 一览无余。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肥胖黑衣人舒口气, 正要转身呼唤王瑶等人。 突然, 当目光凝视在张阳所在位置的时候, 眼睛中似乎有一抹蓝光闪过, 紧接着, 他的动作停滞了, 张开大口, 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不好! 暴露了! 张阳心中暗道一声。 不等肥胖黑衣人喊出口, 张阳已经合身扑出。 五级游诗的速度, 又快又急, 锋利的爪子, 直接割破对方的喉咙。 扑! 肥胖黑衣人本身只有区区炼气七三级的实力, 受到肉体强悍的五级游诗近距离偷袭, 自然是没有反应的机会。 鲜血喷剑中, 肥胖黑衣人捂着脖子上颈喷式的伤口, 口中发出呵呵的声音, 倒在了地上。 张阳出手的同时, 位置就已经暴露。 哦! 洞中的三头僵尸中有两头立刻扑了过来, 最后一头四级游诗, 不但没有像张阳攻击, 反倒是受血腥气刺激, 双眼通红, 露出嗜血的表情, 直接扑上肥胖黑衣人的尸体撕咬起来。 师修一旦身死之后, 僵尸傀儡失去控制, 就只剩下嗜血的念头。 不用问, 这头特立独行的僵尸, 肯定是肥胖黑衣人饲养的, 师修死后, 被自己的僵尸傀儡反噬,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张阳没心情顾及这个, 向他发动攻击的, 是张军控制的那头六级游诗, 和另一头四级游诗。 好! 张阳发出低沉的吼声, 浑身紧绷, 黏于时间来, 坚持淬炼的躯体, 突然爆发出强劲的攻击力, 目标直指那头六级游诗傀儡。 砰! 双方的躯体撞在一起, 各自退开数米远, 竟然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这时候, 那头四级游诗已经到了眼前, 趁势一把抓上张阳的肩膀, 锋利的指甲只感觉到轻微的弹力, 大部分力道被卸开, 只刺入浅浅一层。 四级游诗一击得手, 张开大口, 就要向着张阳的脖子咬去。 呜! 张阳冷哼一声, 发出口的却是一声轻污。 一翻手, 一张阵师伏拍出。 嗡! 黄色光芒一闪, 四级游诗立刻停止了动作, 双臂下垂, 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不动了。 不过, 这一耽误的时间, 倒是给了六级游诗偷袭的机会, 双手一下抓住张阳的肩膀, 随手一抬, 将其扔出数米远, 狠狠撞在洞壁上, 又弹落地面。 呜! 六级游诗趁势扑上来。 呼! 张阳的身体, 已经像是木板一般, 毫不打弯地, 直接站了起来, 借着惯性, 抡起胳膊, 一下将六级游诗即退。 双方你来我往, 全是靠着肉体的力量正面对抗, 打得势均力敌。 张阳一边打斗, 一边心中暗暗奇怪, 洞外的几头僵尸傀儡, 怎么还不进来增援? 洞外, 网腰几人, 也陷入了矛盾和紧张之中。 师兄! 我的僵尸傀儡被镇师傅镇住了。 山洞外, 站在张军旁边的一个黑衣人满脸焦急的神色, 向王瑶说道, 师兄, 现在洞内只剩下我的僵尸了, 而且处于弱势, 不是那个敌人的对手啊。 师兄快快出手吧。 张军也焦急地说道, 不急不行啊。 僵尸傀儡培养不易, 一旦在打斗中受伤, 就要耗费大量的精血或者鹰雾才能复原, 否则就可能实力受损, 再想晋级千难万难。 让你的僵尸傀儡将敌人引出来。 洞内情况复杂, 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才好。 王瑶紧盯着洞内, 语气一顿之后, 接着说道, 并不是我不愿意出手, 而是, 万一我的僵尸傀儡也折进去, 咱们的这次行动可就彻底失败了, 回头怎么向师们交代? 煽动曲折, 他们并看不到洞府内的情况, 只能通过僵尸傀儡判断是否有敌人, 却不清楚具体的状况。 王瑶生性谨慎, 不肯让自己的僵尸傀儡轻易涉险, 话说的却是冠冕堂皇。 哎! 张军叹一口气, 手捏法绝, 连连催动, 却是绝望地发现根本就不能奏效, 不由己地满头大汗。 师兄! 不行啊! 我的僵尸傀儡跟敌人缠斗在一起, 根本就出不来啊! 说到这儿, 看了王瑶一眼, 继续急道。 师兄, 我能感觉得到, 洞内的敌人并不强大, 也就是堪堪压制住我那头六级傀儡的样子。 师兄您的僵尸心晋级七级, 只要出手, 那家伙就必死无疑。 王瑶考虑了一下利弊得失, 原本他是想用其他手段将洞内敌人逼出来决战呢。 只是, 自己如果眼睁睁地看着诸位师弟的僵尸傀儡被毁掉, 而不加出手相助的话, 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恐怕还有受到师门长辈的责罚。 于是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加紧进攻, 缠住敌人, 我的这就进去。 是, 师兄! 张军脸露喜色, 答应一声, 立刻捏动法爵, 连连催逼。 山洞内, 张阳跟六级游诗一番对抗之后, 对双方的状况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知道单纯靠肉体力量的话, 自己能够战胜, 但是, 要破费一番功夫。 而如果使用福禄的话, 可以轻松解决对方。 当然, 张阳最大的敌人是那头七级游诗。 福禄这个绝招, 要留到在他的身上暴露。 刚才在看到那头六级游诗想要逃走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敌人引蛇出洞的目的, 哪肯放他出去。 张阳的布置, 都是在洞口道山洞之中, 在那些狭窄的通道中, 各种俘虏的威力才能发挥到最大, 自然是要将敌人全引进来才行。 果然, 张阳死死缠住那头六级僵尸, 很快, 洞口方向就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外面的七级游诗和五级游诗进来了。 接下来, 将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时刻。 张阳神识全部释放开来, 山洞中的景象一下全部映射进头脑之中。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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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七级游诗走到山洞最中央位置的时候, 时机成熟了。 张阳手捏法绝, 心中默念一声。 急! 扑! 整个曲折的山洞立刻化为一片火海, 就连洞斧中也受到影响, 开始变得燥热。 咚! 两头僵尸惨嚎着, 化为一团团火焰。 不过, 相对于人类修饰来说, 僵尸的躯体要强大得多。 尤其那头七级游诗, 衣服瞬间燃尽, 但是, 肉体中丝丝阴气流转, 暂时并未受到多大伤害。 更有洞斧中浓郁的阴气扑过去, 离火福的威力迅速消耗着, 火焰越来越弱, 在浓郁的阴气中, 离火福的威力大大折扣。 王瑶倒也有些魄力, 知道战斗一旦开始, 再随便退出, 就是最愚蠢的做法。 在看到僵尸傀儡陷入火海的瞬间, 脸上出现了一丝恐慌。 但是, 牙一咬, 就继续捏动法掘, 催逼僵尸前进。 哦!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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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游诗挣扎着跳出几乎被浓郁阴气扑灭的火海, 原本就猙獰的脸色, 更加恐怖。 张扬心中叹一口气, 暗道无奈。 一挺后背, 硬抗住身旁那头六级游诗的一击, 又是一声。 急! 山洞内数十张二品引雷符, 同时激发。 哼! 数十道电芒, 瞬间加持在两头僵尸身上。 哦! 两头游诗身上银龙飞舞, 身体也随之一阵阵地颤抖着, 惨嚎着。 砰! 那头五级游诗接连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挺不住, 一头栽倒在地。 但是, 七级游诗却凭借着强大的体魄和身上浓重的阴气, 愣是挺了过来。 二品浮路, 对付二三级的游诗还可以, 对付四五级的游诗, 就只能靠庞大的数量奏效。 对付六七级游诗的话, 效果更是不堪。 急! 张扬手捏法绝, 又是一指。 嗡! 强大的波动中, 黄色光芒一闪, 重锤一般的威压集中向着七级游诗傀儡而去。 最后一批阵诗伏激发了。 七级游诗争鸣的脸庞瞬间平静下来, 身形为之一致。 第二十九章, 博命。 张扬见状抓住机会, 手中竖张阵诗符同时祭出。 神识引动, 刚要继续给七级游诗加把料, 旁边那头六级游诗 已经扑了过来。 双手食指并排, 有黑色的指甲, 寒光闪闪, 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一般, 直接向着张扬的心脏刺了过来。 张扬心中一惊, 这一击要是被击中, 自己哪还有活命的可能? 僵尸最喜欢的一招, 就是这么突然将对手的心脏挖出来, 然后嚼碎了吞下去。 张扬无奈, 只能放弃对七级游诗的追杀, 祭出的镇尸符, 正好兜头向着六级游诗砸了下去。 镇尸符的威力, 张扬是体会过的。 并不是说, 只有在贴到额头上之后才发挥效力, 而是一旦激发锁定目标之后, 就开始产生一种直接敲打在丧尸灵魂上的威压。 张扬手中的, 只是数张二品镇尸符, 可是, 那头六级游诗依然受到影响, 眼神一阵涣散, 动作迟滞。 就在七级游诗被镇尸符震慑的瞬间, 洞外的王瑶就感觉到了, 当下大吃一惊。 手中连捏数个法绝, 口令连连不断, 突然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喷出。 扑! 血雾喷剑中, 那头七级游诗瞬间睁开眼睛。 而王瑶, 在喷出这口精血的同时, 则是脸色一白, 身体虚了一大截。 张扬顾不得搭理这头六级游诗, 双腿在地上一蹬, 全力向着不远处身形迟滞的七级游诗扑去。 张扬算计得清楚, 这头七级游诗才是自己的头号大敌, 只要将他干掉剩下一头六级游诗和外面的几个黑衣人,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可是, 就在他刚刚扑过去的时候, 原本在镇尸符作用下眼神涣散的七级游诗突然睁开眼来。 张扬心中一惊。 不过, 这时候已经是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只能硬着头皮, 弯指成爪抓了过去。 吼! 七级游诗一声嘶吼, 突然伸出手去。 动作之快, 张扬只看到眼前黑光一闪, 胳膊已经被牢牢抓住。 下一刻, 张扬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腾空而起, 向着洞府内摔了过去。 砰! 横灌整个洞府, 直接砸在另一端的洞壁上, 弹落地面。 呼! 张扬身体刚刚站起来, 七级游诗诱到了。 锋利的爪子, 直接向着张扬的心脏抓过来。 张扬大惊之下, 整个身体全力向一侧旋转, 堪堪躲过这壁杀一击。 扑! 七级游诗, 有黑锋利的爪子, 没有刺进张扬的心脏之中, 却在他的副侧, 抓下大大的一块血肉来。 砰! 张扬还没有站稳的身形, 就一下被撞飞。 这下, 正好飞出开阔的洞府, 飞进悠长曲折的山洞通道之中。 这一连串的攻击, 电光火石一般, 张扬甚至连给自己施加大力福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 即使加持了二品大力福, 张扬也完全不是七级游诗的对手。 差距? 这就是差距。 张扬这才意识到, 自己跟七级游诗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那些浮路, 陷阱神马的, 全都是浮云。 面头一闪而过。 发现自己被打出洞府, 落进山洞通道, 张扬脑中灵光一闪, 突然祭出一张李火符。 扑! 一团火焰燃起。 张扬李火符攻击的目标, 既不是那头七级游诗, 也不是那头六级游诗, 而是自己脚下的土地。 在李火符打出的同时, 张扬身形暴退, 向着山洞外而去。 同时, 又是一连串的李火符祭出。 瞬间时间, 整个山洞又是已经被燃烧的火焰堵塞, 将洞府和外界完全隔开。 嘎嘎嘎。 张扬得意地笑着, 随手给自己加持了大力符, 全速向着山洞外而去。 网瑶感觉到自己的游尸傀儡占据上风, 正满脸兴奋。 突然, 山洞中一股灼热的烟火气息噗出。 就在他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一头僵尸突然窜了出来。 青面獠牙争鸣无比, 附册一个大大的伤口, 鲜血淋漓, 这头僵尸明显不是师兄弟几人的傀儡。 王瑶一愣, 他只能通过僵尸傀儡的情绪感受到战况, 却没有亲眼看到打斗的情景。 不过, 战场上各种俘虏激发, 王瑶一直以为洞内是一个人类修士, 现在突然冒出一头僵尸来, 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难道洞内的也是个师修? 不容多想, 张扬一出来, 瞬息不停地立刻向着王瑶扑了过来。 张扬知道, 那几张二品的离火符并不能阻拦多长时间, 如果不是出于对离火天然的畏惧的话, 洞内那两头游尸直接冲出来, 根本就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伤害。 吼! 张扬嘶吼着, 身形像一道剑, 挥舞着爪子, 直扑王瑶。 眼看着僵尸近身, 王瑶避无可避之下, 顺手抓过旁边已经惊呆了的黑衣人向着张扬扔了过来, 自己迅速后退, 同时手上连连打出法绝, 催促洞中的七级游尸傀儡迅速出来。 啊! 旁边张军等几人早就大叫着逃开。 张军在逃跑的同时, 自然也是不忘调动自己的僵尸傀儡。 吼! 洞府之中, 两头僵尸傀儡看着通道中的火焰, 眼中难掩畏惧的神色。 但是, 耐不住主人连连催促, 依旧嘶吼着冲了进去。 扑! 张扬的爪子直接抓进黑衣人的身体之中, 毫不停息地随手一挥将受伤惨嚎着的黑衣人扔开, 依旧向着王瑶追了过去。 就是这一耽误的时间, 王瑶已经退开数米远, 满脸惊慌的表情, 原本因为强行施法而惨白的脸色变得更加煞白了。 咻! 一张福禄飞起, 横跟在张扬和王瑶之间。 令人心悸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不是张扬手中那些二三品的福禄所能比得了的。 镇师福! 品级最少是四级。 张扬瞬间判断出来, 几乎没有犹豫, 心一狠, 直愣愣地冲了上去。 他已经感受到身后七级游诗的气息。 如果不能在那个大boss赶过来之前将这个王瑶杀死, 自己将失去唯一的生机。 张扬原本的计划, 就是在冲出洞口之后, 凭借着僵尸强大的肉体力量, 直接扑上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王瑶击杀, 然后, 那头七级游诗失去控制, 自然不足为惧。 万万没想到, 王瑶心狠手辣如斯, 竟然拿同伴做盾牌, 来为他自己赢得了时间。 现在对方已经祭出福禄, 即使张扬想使用引雷符, 也是慢了对方一步, 来不及了。 算计来算计去, 只有一搏, 才是唯一的机会。 而且, 他还有最大的一个屏障, 太阴练形。 张扬第一次遭遇震失福, 就是被太阴练形给唤醒。 他这次, 依然将重筑压在太阴练形上。 嗡! 就在张扬扑上去的瞬间, 浮露突然激发, 黄芒一闪之间, 威压重锤一样, 向着灵魂敲打下去。 嗡! 脚下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 眼神开始涣散, 直欲沉沉睡去。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灵魂中沉寂的太阴练形,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及时浮现出来。 一丝清凉浸开, 张扬立刻清醒过来。 这整个过程叙述起来麻烦, 其实只是瞬间时间而已。 王瑶看着镇师傅奏笑, 嘴角已经露出了笑容, 把手伸向背上血关, 正准备将这只凶悍的僵尸彻底收服。 突然, 眼前的僵尸瞬间睁开眼睛, 锋利的爪子电闪而来。 王瑶惊讶之下, 连闪避的意识都没有。 扑! 僵尸半截手臂, 全都插进了他的胸膛之中。 王瑶甚至连一声惨嚎都没有发出, 就一命呜呼。 他最后只有一个念头,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一头五级游诗, 怎么可能在四品阵师傅的震慑下, 瞬间清醒。 第三十章, 神秘的红色药丸。 就在王瑶生死的同时, 那头七级游诗, 原本猙獰的面孔, 瞬间变得迷惘, 张牙舞爪的手臂, 也垂了下来。 而这时候, 他跟张阳之间相距已经不足十米。 张阳甚至连对方扑击的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刚才如果稍作犹豫的话, 后果之凶险将可想而知。 呼! 张阳输了口气。 呼! 突然, 七级游诗嘀吼一声, 满眼嗜血的表情, 再次扑了上来。 张阳一惊, 却见七级游诗已经越过自己, 一把将王瑶的尸体扑倒, 尖锐发黄的牙齿一下咬进脖子中, 贪婪地稀释着精血。 张阳稍微一呆。 僵尸傀儡一旦失去控制, 往往第一个攻击的, 就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主人。 这恐怕就是失修的悲哀吧。 只是, 可惜了这具尸体了。 一个修饰的满身精血, 那可真是一顿美餐啊, 张阳甜甜嘴唇, 这种想法自然而然产生。 一年多的时间, 他早就习惯了僵尸思维, 对于稀释精血表示毫无压力。 当然, 他现在无论如何, 是不会跟一头七级游诗去抢食吃的。 抬头只见张军等人已经跑出三四十米远。 原本两头僵尸傀儡出来, 那三人已经松了口气, 放缓脚步, 看到王妖身死后, 立刻又是屁滚尿流地向远处奔去。 张军虽然还掌握着一头六级游诗, 却是连抵抗的勇气也没有。 笑话, 连拥有七级游诗的王妖师兄都被人杀死了, 自己如果抵抗的话, 还能活得了命。 张扬自然不可能放过他们。 身形一闪, 躲开那头六级僵尸傀儡的扑击。 一张二品神形伏寄出, 双腿上黄芒一闪, 速度保障, 瞬间抛开身后的六级游诗, 转眼追上张军, 一掌拍死。 跟僵尸傀儡都没什么意思, 射人先射马, 才是王道。 主人身死, 六级僵尸傀儡一样先是陷入迷茫, 紧接着受到血腥气的刺激, 立刻向着旁边一具黑衣人的尸体扑了过去。 张扬又分别追上另外两个黑衣人, 也是一爪击毙。 至此, 战局彻底底定, 只剩下几头失去控制的僵尸傀儡, 凭借着嗜血的本能, 各自找到一具尸体, 贪婪地稀释着鲜血。 僵尸傀儡, 都是被抹去了原有意识的。 平时受主人控制, 一旦主人身死, 就只剩下嗜血的本能。 张扬正好趁机拿出一颗阴明珠, 含在口中, 开始吸收阴力, 恢复自己的躯体。 张扬受伤的腹部 看似严重, 但只是外伤而已, 阴力到处, 僵尸强大的恢复力体现出来, 慢慢滋养着,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新的血肉和角质层。 斩查功夫之后, 伤口基本修复好, 而那几具僵尸傀儡 都已经将精血吸食干净, 一头两头傻呆呆地站在那儿。 至于王瑶等人的尸体, 都是被扔在了一边。 张扬走过去, 先拿起王瑶身侧斜胯的那屋带, 认主之后, 神识侵入, 意念一动之间, 一达浮露出现在手中。 张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四品浮露。 竟然是一达四品浮露。 可惜数量不多, 只有十几张的样子, 类型也比较单调, 大多都是镇尸符, 只有三张是神行符和一张隐形符。 无论如何, 总算是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 而且, 嘎嘎嘎。 掂量着手中的四品浸诗符, 看看旁边一脸木然的七级游诗, 张扬脸上一副你有难了的表情。 手捏法诀, 心中默念口令。 急! 羞! 黄色浮露像是一道剑般, 一闪之间, 就已经贴在了七级游诗傀儡的额头上。 那头七级游诗瞬间闭上眼睛, 直挺挺地向后躺倒在地。 张扬心中一乐, 这也太简单了。 如果换作普通僵尸的话, 张扬即使有四品浮露, 要越两级去对付七级游诗, 恐怕最后被撕碎的也是自己。 用同样的手法将其余几头僵尸全部射符, 然后才继续翻看王瑶的那雾袋。 衣物等, 张扬只是用神石扫尸一遍, 确定没有古怪之后, 就随手抛掉。 只剩下怀疑是零食的奇怪石头有三四十块, 另外还有树莓血红色的药丸也引起了张扬的兴趣。 拿在手中, 就感觉到一阵浓郁的血腥气, 直让张扬有吞下的欲望。 这种欲望, 甚至远远胜过了对精血的渴望。 张扬很努力, 才将其压制了下去, 使劲咽口唾沫。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我, 不! 应该说, 是对僵尸, 竟然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不过, 太过逆天的东西, 往往都不是好东西, 就比如毒品一般。 当然, 如果是好东西的话, 也不能错过。 还是先找一头普通僵尸来实验一下的好。 张想着, 选定一头四级游诗傀儡, 将额头上的镇尸符撕了下来。 目标弱小, 这样的话, 即使出现什么意外, 情况也容易掌控。 在镇尸符被撕下的瞬间, 僵尸傀儡的眼睛突然睁开, 直勾勾地盯着张扬手中的血红色药丸, 立刻扑了过来。 张扬也不躲闪, 任凭其抢去。 心中对神秘红色药丸的诱惑力, 又高看了一眼。 要知道, 出于强者畏惧的本能, 低阶的僵尸, 一般是很少跟高阶僵尸抢食吃的, 即使野兽也有这种本能。 可是, 因为一颗神秘红色药丸, 僵尸傀儡, 却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 僵尸傀儡, 拿到红色药丸, 一秒也等不得, 立刻伸手放进口中。 张扬神识放开, 僵尸傀儡瞬间变成透明一般, 肠、 胃、 甚至血脉等都清晰地映射进张扬的大脑之中。 只见, 红色药丸顺着僵尸傀儡的喉咙滑入, 进入身体之后立刻消融, 然后迅速扩散。 锁到区域, 僵尸傀儡的血肉都仿佛沸腾了一般, 骤然变得活跃无比。 从外表看去, 僵尸傀儡的身躯瞬间胀大, 气息暴涨, 一时之间, 面对五级游施的张扬,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样子。 吼! 僵尸傀儡从肺子中大吼一声, 身体继续暴涨。 眼看着身上皮肤因承受不住巨大的掌力而寸寸裂开, 而张扬通过神识探查得清清楚楚, 红色药丸的药力连两成都没有释放出来。 不好! 张扬健壮心中暗道一声, 纵身向旁边跃去。 哼! 一声暴响, 僵尸傀儡暴体而亡。 深红色的血肉漫天飞舞, 张扬虽然已经跃开, 仍是被飞溅的满身都是。 看着这血腥的场面, 张扬心中一阵庆幸。 幸亏自己灵机一动, 选了个僵尸傀儡做实验, 否则的话, 现在暴体而亡的恐怕就是自己了。 嗯, 或许不会暴体而亡。 毕竟自己的躯体强悍程度跟六级游诗相当, 承受能力远不是小小四级游诗所能比的了得。 可是, 即使能够承受住, 不至于暴体, 恐怕血脉沸腾之下, 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 张扬也基本确定了这几颗红色药丸的作用, 那就是激发僵尸的潜力。 想想那头四级游诗傀儡暴体前最后的气息, 即使张扬都感觉到有些心悸。 试想, 红色药丸的药量如果合适的话, 最终四级游诗将暴涨到五级游诗巅峰的实力, 这是多么可怕。 这么猛烈的药性, 副作用估计也会非常可怕, 体内组织一定会遭到极大的破坏, 这可说是靠损伤自己为代价来杀敌的。 为杀敌, 先伤己。 张扬想了想, 将剩余的几颗红色药丸收了起来。 在关键时刻, 这东西说不定能够发挥效力, 就自已一命。 当然, 不到真正的生死关头, 张扬是绝对不会使用的。 张扬的化刀。 张扬的化刀. 张扬的化刀。 张扬的化刀。